同桌一百,同桌一百,祝你考试一百,满意一百。 同学们好,老师您好。 欢迎大家来到同桌一百学习课堂,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学习。 同学们,你们喜欢旅行吗? 喜欢。 那你们都用什么工具来开始自己的旅行呢? 你说,好,你来说说,你平时是乘坐什么去旅行的呢? 我坐火车乘飞机。 哦,坐火车乘飞机去旅行,是不是? 嗯,那还有谁是通过什么工具或者怎样去旅行的呢? 有没有坐汽车去旅行的呀? 有,有没有骑自行车去旅行的呀? 有,还有一些背包客呀,他们是靠自己的两条腿走着去旅行的,是不是? 是。 那我们人类或者是动物都要靠腿呀,或者靠一些交通工具,像自行车,汽车,火车,飞机,或者是轮船去旅行。 那么,老师想问问你们,植物,他要想去旅行,那该怎么办呢? 他又没有脚,又不能动,他该怎么去旅行啊? 想不想知道啊? 想! 好,今天呢,我们就来学习第三课,植物妈妈有办法,看看植物妈妈有什么办法让她的孩子去旅行。 同学们,请大家打开课本。 先来看看这篇课文,跟我们以前学过的有什么不一样。 这是一首什么呢? 诗歌。 对,这是一首诗歌,请你认真地数一数,查一查,这首诗歌有几个小节? 五个小节。 那好,就请同学们借助拼音自由朗读这篇课文,注意呢,要读准生字的读读。 读音,读通句子,做到不添字,不吊字,把课文读准确。 好,开始吧孩子们。 孩子如果一直长大,就得告别妈妈,四海为家,牛马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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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家.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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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中文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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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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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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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